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综合报道 财新街公安酷刑致死案报道被删 网络热议 1月14日 大陆财新网发布一则 关于新疆警方刑讯逼供的重磅报道 记录了5年前发生的骇人案件 因宫死亡的警察之子孙仁泽 被国保大队刑讯逼供殴打致死 报道很快被删除 在海外社交网上引发网民愤怒 财新街资深警察之子遭刑讯逼供致死 细节令人发指 据财新的特稿 嫌疑人孙仁泽之死披露 家住新疆 年运五旬的人婷婷 其丈夫是当地一名资深警察 后因供殉职 其独子孙仁泽于2018年3月27日 因涉嫌寻信滋事被刑事拘留 孙仁泽被关押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期间 遭受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包括背凳子 捆绑 抹戒抹 胶带拔腿毛 老式电话电机 生殖器掉重物 毛巾敷面 浇热水窒息等 2018年9月27日凌晨 孙仁泽在霍城县看守所遭多名警察 长达7个多小时的刑讯逼供 致婚迷 后辗转多家医院ICU 11月9日不治身亡 10年不满31岁 警方声称 孙仁泽因审讯中要求喝水被枪导致昏泥 审讯人员无责任 愿停停顶者压力四处奔走 揭开真相 到2023年11月6日 吴学明 刘献勇等8名警察被伊犁州魁屯市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 以审判处3至13年有期徒刑 财新报道揭露了致命的7小时 9月26日下午4时许 因孙仁泽之前被刑讯逼供 导致双腿不能正常行走 吴学明等人借了辆轮椅 将坐着轮椅的孙仁泽推进了审讯室 7个多小时里 警察对孙仁泽共同或者分别实施了 捆绑 殴打 悬吊 水胶等刑讯逼供行为 9月27日凌晨零时37分 陷入昏泥的孙仁泽被抬出审讯室 直到43天后过去 庭审显示 看守所所长孙某亮 事先吩咐副所长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 但柴某多了个心眼 为以防万一祸及自身 后来又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 正是柴某留了一手 记录的7个多小时审讯过程 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 据被告人当庭陈述 审讯中 他们或让孙仁泽正被 反背铁制审讯以俗称老虎凳 每次背40多分钟 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 将紧穿短裤的孙仁泽 双手 双脚 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 使其赤裸的身体 承重在铁格挡上 并将哑铃放在肚子上 增加孙仁泽腰部的难受程度 或将孙仁泽悬空吊起 用毛巾敷脸浇水 监控视频显示 从下午4点到11点半 长达7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孙仁泽被毛巾敷脸浇水 或直接浇水十几次 其中长达16分钟和15分钟的有两次 其余时间每次悬掉20多分钟 孙仁泽还被用白色PVC管 抽打其小腿和脚后跟 用老式摇拔电话机电击身体 为防止留下体外伤 审讯人用军用带 捆绑孙仁泽手腕 脚腕时 特意垫有毛巾 孙仁泽曾大声惨叫 连连求劳 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勇 逼供手段最变态 或用胶带拔孙仁泽的腿毛 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 悬挂在孙仁泽的生制器上 或戴着塑胶手套捏生制器 而拔阴毛 毛巾敷面浇水 直接水浇面部 大都是刘献勇所为 庭审中 刘献勇承认上述行为 我想侮辱孙仁泽的人格 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被告人靳博文 对孙仁泽最后时刻的回忆是 把孙仁泽绑在高低床的下口 绑好后就开始给他灌水 还将剑膜抹到孙仁泽的眼睛 鼻子上让他难受 用可乐瓶子给孙仁泽扣鼻灌水 中间有人拿毛巾 过来堵孙仁泽的口鼻 然后接着灌水 这样灌了有三四次 孙仁泽在灌水的过程中就昏离了 霍城县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 27日凌晨一点半 患者被送来 呼吸脉搏均无 瞳孔放大 再也没有醒过来 孙仁泽之死被山影热议 评论 中共对法轮功员的酷刑更惨烈 财新的这篇特稿迅速被删除 微博上还有零星的铁文 转发财新的嫌疑人孙仁泽之死 报道部分截图 网友说 没有了 有些人还是不能容忍真相曝光 致敬记者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 财新网的报道先发出来 一方面显然是属于体制内良心人士的举动 后被删去就是说明属于中共敏感点 当局连来自维稳体系人员的家属受害 同样要封杀消息 以保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安全 另一方面 这篇报道也再次印证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百种恐怖酷刑的真实存在 被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而且对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更为惨烈 在海外X平台 有网友贴出财新文章贴图 引发热议 众人纷纷咒骂中共 左手磨叽 财新这篇特稿嫌疑人孙仁泽之死 看得我后背发凉 这才是社会新闻该有的样子 悲哀的是 才发出来没多久就被全网屏蔽了 就连与孙仁泽有关的词条也不可见 我看到 其实推上已经有人转发了 但还是忍不住想再转一下 太无法无天了 皮皮鲁在美国 看守所副所长留了个心眼 只是官僚体制内的人人自保 就像王立军刘伯锡来 还伍德的证据一样 大家都要留着证据 风向如果变了 自己也要摇身一变 没准菜旗都把习近平给做掉卖了 在中国的中国人 随时都可能被牺牲 被以各种方式 他是专制体制 你信中共你的下场 就是上海封城的韭菜 桌州水灾难民 郑州水灾遇难者 以及汶川地震死难者 也可能是转运大巴死难者 或者无数新冠死难者 你信中共 死神就在向你招手 就算你活下来了 还有河南村镇银行等着你 靠近中共苦难不断 或是一个接一个 真都168 太恐怖 他们经常这么干 只是这次被抓了而已 这在美国都是死刑 灭共小能手 中共国宝就是完全和纳粹 盖世太保概念一样 理念一样 行为一样的反社会 反人类犯罪组织 牺牲宣誓贪 没有独立的司法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Molowar 现在全网搜不到这篇文章 搜不到孙仁泽 微信群发有孙仁泽的截图都不行 别人看不到 Milu 寻衅滋事罪 那就是找不到具体罪名啊 这样都能打死 还是警察后代 看来中共体制内 下手也不留情啊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